这种被警察叔叔带走的情况 那是会让所有人都欢呼的 毕竟平时你穿穿和服 没有啥问题 不会有人因此说你 但是在南京大屠杀的祭奠日 还逍遥地穿着和服 在南京这闲逛 那就别怪警察叔叔出手了 因为你连最基本的敬畏之心 都没有了 这是全中国人 乃至全世界人 都知道的重要日子 这天对中国的意义 想必大家都知道 这是对那段屈辱历史的明刻 是对所有无辜惨死仙人们的记忆 我们不能遗忘过去 忘记这些历史 就是背叛 在这么重要的纪念日 全国人都在默默哀悼 但是你却穿着日本和服逛街 这无疑会让所有看到的人 有一种对背叛的痛 更是对牺牲仙人们的挑衅 没有仙人们用鲜血和骨头 组成了保家卫博的万里长 以会有现在的安稳生活 这种被日本文化入侵袭呢 就得让警察叔叔教育 不然他永远都不知道 种花家的过去 到底能有多么沉甸地 经历过百年的屈辱史后 我们现在能重新崛起 是靠一代又一代人 拼命一样的努力 那是一代人吃了两代 才把新中国建设成独自的努力 所以尊重仙人 尊重仙人们的努力 是最基本的 现在还有一些人大放厥词 说不能老提抗日历史 不然就是小心眼 是宣传仇恨 对此我只能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 也没人有资格 替先人们取原谅 牢记这些惨痛的历史 才能直视我们的发展之路 才能珍惜来之不易的现在 你争一口气 不能想证明我了不起 我是要告诉人家 我十顿东西 我一定要拿回来